北京时间5月14日21点 2023年世界男子拳击锦标赛在乌兹别克斯坦塔石干顺利结束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07个国家和地区的539名运动员参赛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男子世锦赛 经过14个比赛日的角逐 托河塔尔别克唐拉提汉斩获男子80公斤级亚军 创男子世锦赛近12年来最好成绩 也是邹世明之后第二位打进男子世锦赛决赛的中国选手 本届世锦赛国家男子拳击队 共派出10名运动员参加51公斤级 57公斤级60公斤级63.5公斤级 67公斤级71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级92公斤级和加92公斤级10个级别的角逐 其中除了80公斤级托河塔尔别克唐拉提汉和加92公斤级 巴依克伍兹达纳别克之外 51公斤级张家茂 57公斤级吕平 60公斤级赵一坤 63.5公斤级王向阳 67公斤 吉富明科 71公斤级李国锋 75公斤级赵莫阳和92公斤级韩雪震 都是首次参加世锦赛 托河塔尔别克唐拉提汉一路过关斩将 前三轮比赛中依次战胜亚美尼亚选手阿克巴恩 法国选 首波德利克和埃及选手塞拉哈拉比 在16-8的比赛中 距离第二回合结束仅剩10秒时 托河塔尔别克通过后手迎击击击中埃及选手塞拉哈拉比下额 以KO的方式获得比赛胜利 显示出很好的竞技状态 4分之1决赛中 托河塔尔别克对阵赛会1号种子 奥运冠军古巴运动员Lobs Cardona 古巴运动员Lobs 曾获得里约奥运会男子75公斤级冠军 东京奥运会81公斤级冠军 面对强大的对手 托河塔尔别克通过组合拳进攻频频得手 最终战胜对手晋级 半决赛中 托河塔尔别克迎战西班牙选手Jaladog Fiorova 本场比赛 托河塔尔别克出拳速度更快 距离控制得当 从第二回合开始 牢牢把握比赛节奏 赢了胜利晋级决赛 进入决赛的托河塔尔别克 面对哈萨克斯坦选手Aurobe 双方势均力敌 你来我往 在三回合较量中 多数裁判认为 哈萨克斯坦选手Aurobe更胜一筹 最终托河塔尔别克 以1比4的比分不敌对手 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 托河塔尔别克表示 通过本次世锦赛 了解了目前世界各国 优秀运动员的技术水平 为自己积攒了丰富的大赛经验 接下来将以更好的状态 备战杭州亚运会 另外 男子家92公斤级运动员 巴伊克·乌兹达纳别克 经历四轮凹战 分别战胜了 克罗地亚 Prata Jassik 亚美尼亚选手超 洛言和埃及选手 Rask Mostofofes 最终获得第五名 通过世锦赛不难看出 目前国际男子拳击 呈现出百家齐名的状态 进入半决赛的52名运动员 分别来自于32个国家 亚洲男子拳击竞技水平 仍保持在世界前列 乌兹别克斯坦 获得两金二银二铜 哈萨克斯坦获得四金一银 分别位列奖牌榜前两位 实力不容小觑 国家男子拳击队准备充分 作风顽强 比赛中不言败不后退 充分展现以功为主 以我为主的战略指导思想 收获了成绩 但仍有进步的空间 下一步